上次就和大家高敷過iPhone 16和iPhone 16 Pro Max有什麼分別 今次想和大家看的就是 在最新iOS 18上iPhone的使用技巧 在這條影片中我會和你高敷在iOS 18上的個人化設置 我會教你用它最新的鏡頭和鏡頭 還有在最新iOS 16上有的Action按鈕我都會教你設置 最後不少的就是iOS 18上的Apple Intelligence功能 首先是個人化設置 在Lock Screen按住它 接著按自定 去鎖定頁面 然後在這裏你可以教它的時鐘大小和樣色 還有它的顏色 也可以教數字樣 上面這裏你可以教它日曆的顯示方式 你也可以新增一些小工具 例如是時鐘、Data Tone 下面右下角你可以選擇它的色 tone 你可以選擇淺色或者深色 還有左下角和右下角這兩度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想開的App 如果你是用草物相或人養的主題 它會有遮蓋的效果 但你可以在這裏可以選擇 你自己想開的App 如果你是用草物相或人養的主題 它會有遮蓋的效果 但這個你可以在這裏可以選擇 然後進入到Home Screen 編輯這裡可以自由加入小工具 加入了之後你可以自由控制大小 你還可以加入這類疊放的Ridget 可以繼續加入新的Ridget 然後在自定這裡 現在你可以選擇程式的大小Logo 當你選擇了大Logo之後 它會沒有名字的 另外你也可以選擇不同的色調 例如是深色、淺色或者自動 它會根據日夜和晚上 去幫你調節App icon的顏色 掩飾這裡你可以選擇單色調 去自己調教App的顏色 你也可以選擇 Color match你手機裡面的Wallpaper顏色 現在在最新的iOS上面 你可以自由排列你App的一些排位 它擺成怎樣都可以 如果你想一大堆App 把它丟到第二個頁面的話 可以按住其中一個App 然後選擇其他你想選擇的App 然後一下子拉過去 就可以所有App一次過拉到第二頁 平時你安裝完App的時候 它會自動在Home Screen出現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功能的話 你可以在設定 主畫面和App資料庫這裡 然後你會看到新下載的App 你會選擇加不加自主畫面 右上角拉下來 你會看到Control Center Control Center 現在你可以自由調節Control的大小 以及搬位 它都分了很多頁面 讓你自由調教 例如它有一個Blank Page 可以讓你加入更多的控制項目 你可以當是Android的Side Panel 去加入一些你常用的Apps 例如我設定了Instagram WhatsApp 還有我常用的密碼庫程式 怎樣設定呢 你都在下面的Add Control 然後回到下面 然後在Shortcut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Open App的 你便按下去 然後按Choose 你便可以選擇你想選擇的App 而其中一個在iPhone Pro系列 才用得比較開心的功能 就是Standby Mode 再加Always On Display的功能 Standby Mode就之前介紹過了 如果你在MagSafe插電 或者你本身插電 把電腦環置的時候 然後你就會去到這個頁面 然後就會有類似日曆 然後有記憶 股市 還有照片 你可以自己去調教 如果你普通iPhone 16的機款 沒有Always On Display 這個是不會搶著的 值得一提的是 在Safari 現在最新iOS18 多了一個功能就是 你可以找到 隱藏干擾項目這個位置 當你開了它之後 你可以選擇一些 你覺得Distracting的一些位置 例如是廣告 它就會幫你隱藏了它 然後你就可以 繼續scroll through你的頁面的時候 就不會被那些所謂的廣告去阻止你 例如你平時去一些 有Google Ads的廣告的頁面裡面 有很多這些上下這些 那麼多的干擾項目 你可以弄走它 然後scroll到一半 又看到一堆這些廣告 又是按走它 那你就可以看下去 就會舒服一點了 另外一個關於電筒的功能 我覺得是挺搞笑的 它最新的功能就是 你的電筒 終於不只是可以讓你調教 大小亮度 你可以調教的就是 它的重量有多高 以及它的亮度 例如我這樣擠它的話 它的電筒就會更加 是一個concentrator的一個light beam 你看到這樣的光線是比較集中的 那你晚上的時候 用電筒會更加flexible 然後跟大家go through 就是相機的一些設置和控制了 在看下去之前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鈴鐺 還有訂閱我和Anson 更加多訂閱的話 我就可以幫大家找到更多資源去做 content 首先跟大家go through的是 在最新的iPhone 16 或者iPhone 16 Pro系列裡面 你都可以用到的功能 就叫做photographic style 你當是一個可以rework的一個filter 你當你拍完那張照片之後 你除了在拍攝的時候可以用之外 你在後期你不喜歡那個filter 你可以改造其他filter之餘 你可以cancel它 你在相機右上角 現在多的是這個filter 向左數向右數 就會找到這些不同的filter 除了這裡之外 當你拍完一張照片 而在editing style裡面 當你拉上下是調節曝光 當你拉左右是調節色調和鮮驗度 然後當你拉下面的bar 就是那個filter的強度 而當你收拾完這張照片 你覺得好的話 你可以在外面 然後去把它 copy它的edits style 這裡 然後選擇其他照片 然後就一次過 就可以把filter 印去其他地方 而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可以選擇你剛才印去的filter的照片 或者你已經拍了有filter的照片 然後在這裡右下角 你會找到rework to original 然後按下去 它會變回原本standard 沒有filter的照片 而在人像方面 我覺得iPhone其中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人像照片拍完之後 你可以後期收拾它的focus point 例如在這張照片 我的focus point 是放在我的人 如果你想做一些創作 或者你的focus point 不想放在你自己 或者你本身放錯的地方 你可以在後製的時候 把它調節回到適合的地方 再加上在這裡 你可以選擇它的 你想想背景有多蒙 你在後製的時候 你現在的調節性 就會大很多 值得留意的是 如果你在iPhone 16上面 的photographic style 你拍完之後 後製的時候 是不能收拾的 所以你不能編輯 相片 不是有的 你是不是開了那個 你只可以拍的時候 可以聲音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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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性錯誤 如果你要在後製裡面 可以創作到 photographic style的話 你要在相機這裡的格式 去選擇最效率這裡 拍出來的照片 你後製才可以做的 如果拍攝JPEG的話 就沒有的 剛才就沒有了 風格這裡 現在就有了 這個位置就要小心一點 接著到 鏡頭控制這個按鈕 大部份人都說 它很難習慣 不要用 擺位又奇怪 但是其實 如果你是這樣拿的話 它基本上 剛剛好可以按得到 而 那個按鈕怎麼用呢 就是 首先你按一下 如果大力按下去的話 它真的可以按一下 如果你要做設定 它要用到 斜打的話 你要輕足它 慢慢大力一點 然後慢慢壓 壓到它會彈出來 接著 你手指不要離開它 然後就按兩下 它才去到下一個 就是做設定 然後你手也不要離開它 然後輕輕壓下去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裡攪拌 攪拌完之後 你的手指就可以離開 現在的時候 然後你就掃到你想要的功能 然後又是輕輕壓下去 接著就再去掃 然後這個位置就是輕輕掃 不要壓到它 讓它可以按到 按鈕 然後去到這個位置 如果你要再轉的話 你也是壓住它 按多兩下 它就會去到另一個設定 基本上這樣用的話 其實那個相機控制按鈕 是會平均很多 還有很容易的 你會立即覺得整件事 你的操作上會舒服很多 而且它真的做到它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當作是 拉打用 去做到它的相機控制 二來你可以當作是 普通相機按鈕 那當然你可以爭取的 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放在不同的地方 你再找回那些功能 其實就好像有點麻煩 但是現在多個選擇 其實我覺得都不是壞事 然後怎樣控制它 它的相機控制 你按下去的力度 你又可以在設定 裡面 Accessibility 然後你會見到 Camera Control 在這裡你可以選擇 兩個功能 第一就是 你想它Light Press的功能 你想輕力一點 就可以出現得到 還是大力一點 才能出現得到 如果大力一點 才能出現得到 那你就不會那麼容易 因為不小心 把手放在旁邊 但同一時間 如果太硬 你會很容易 不小心按得到 那這個位置 按的時候 你自己要感覺一下 誰對你來說 最方便 而你不喜歡的 其實可以關掉它 即時 連按鈕 按完之後 它是沒有反應的 另外可以調節的功能 就是在 Camera 這裡 Camera Control 然後你可以調整它 不同的功能 如果你不喜歡 而Camera的話 是可以調整其他功能的 不過 我覺得它如果 配上Shortcut 開APP 那些功能的話 我覺得應該更好用 我想它遲些 透過元件更新 應該會有 好 然後就是在 相機設定 那裡 你在設定 Camera裡面 基本上可以調整 很多不同的相機功能 如果 Pro機款 在Format這裡 你可以拖高 它兩個最特色的功能 在iPhone 16 Pro機款上 就是 ProWall 和ProRes 而ProWall 你也可以選擇 ProWall Max JPG Loss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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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相機的 照片會比較大 但質素來說是最好的 而ProRes 你也可以調整 HDR 還是Lock 基本上現在人們都是用Lock 而在平時 當你在相機裡面 拍照的時候 當你調好功能 設定 Exposure 當你調去其他APP 回來之後 你會沒有 如果你想 開啟的時候 同一個設定 就可以在 Preserve Setting 這裡 你可以選擇 在哪一個控制 你想調整 它 會保持在那個位置 當你下次 開啟相機APP 不用自己再調整 例如是Exposure Adjustment ProRes 這些功能 這些功能 當你拍片的時候 下次開啟了ProRes之後 加上Exposure 這些全部都會保持到 另外一樣對拍片來說 很有用的功能 就是 在Record Radio 這裡 你會有Show PAL 對於一些平時拍開 4K25格 或者100格 這些人 在亞洲地區 應該比較多 他們就可以這樣 去合乎自己平時拍開的格數 另外就是 如果你想拍一些 很光亮的 就是你IG 看到別人的視頻 突然之間 好像你iPhone的螢幕 會突然光亮 好像很漂亮的 如果你想拍到那種影片 如果你想拍到HDR影片 但如果你開啟了這個功能 把影片拍完之後 丟到Youtube 那些顏色會有點怪怪的 因為Youtube 不支援那個方法 你要自己調整 一零顏色才可以丟到 另外就是 在iPhone拍片裡 如果你什麼都不設定 它那個白平衡會經常走來走去 基於那一刻的環境 就會調整白平衡 如果在一些普通拍攝來說 你要後製 要調色的話 其實就很難調整的 它現在有一個 Lock Right Balance 這個功能 就是 總之 在你拍影片的那段時間 它就Lock死了 那個Right Balance 讓你不會走來走去 其實詳細來說 其實Rony 也做了很詳盡的相機教學 關於相機的教學 大家可以看看Rony的影片 如果你要拍4K18格的話 你可以在普通拍片模式 這裡 你可以按到它是4K182 如果你想製作所有的影片 都在4K182 的話 你還是要去設定這裡 去調整 另外 當你拍完4K182之後 你可以在後製的時候 去調整它的速度播放 當你拍完那條影片之後 例如這條是拍4K182 你在設定這裡 右上角會多了一個 播放速度 那你就可以調整影片的播放速度 讓它更慢 好像很有電影感 當然你可以放進剪片程式 然後就是到Audio Mix 都是你同樣拍完一條影片之後 然後你也可以在右下角 Edit這裡 去找到Audio Mix的功能 至於每一個功能 我已經在上次那條影片說過 大家可以看看 還有那個展示 大家都做過 給大家看上次那條影片 接著就到Action按鈕了 接著就到Action按鈕了 第一次出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好像很雞辣 大家都很喜歡 那個拍做Mu的按鈕 接著人們通常拿來Map 就拿來Map做相機的功能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相機仔 現在呢 iPhone多了相機 那個Action按鈕 就可以設定其他 至於之前也有說過 至於怎樣設定 大家可以看回Edwin的影片 他也設定得不錯 其實就是他的風格 我現在都在用 他就做了一個短剪 他就有一個名單 這裡就是你基本上可以找到 他的Mute、Unmute 接著就是關機 這些你平時就要按很久才找到的功能 或者是Focus Mode 大家可以下載Edwin本身做過的 如果你想自己做的話 就怎樣做呢 這裡就教一教給大家看 首先你就是要開一個新的短剪 但你去到這個位置 我建議大家先加入一個App 那個App 就是在App Store找到的 叫做Action 你找Action按鈕的時候 它就會找到的 開了之後 它會解鎖一些短剪的功能 之前有人做過的就是Action按鈕 你可以根據不同的Orientation 去有不同的彈出來給你 那個Action的那個Add-on 是可以做到這個 例如我如果我安裝了那個App 我就會有更多一個功能 叫做Get Device Orientation 跟著都是一些 叫做如果 跟著就 如果 什麼 跟著就什麼的設定 我現在就是 Get Device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例如我在Portrait的時候 跟著我就找 例如我想做一個 又是做一個 好像Edwin做的那個 Call Out List 然後按 從選單中選擇 那你都是 你根據自己的選擇 例如你可以做的就是 例如你想開什麼App 好了 Mule呢 你有Action去幫忙的話 你就可以設定一個按鈕 就可以做得到的 那在做什麼呢 就是它去檢查 是否是Silent Mode 開了 如果開了的話 你就習慣了 如果沒有開的話 就開了 接著 Focus Mode這裡 就只是去 按開啟Focus Mode 只要開什麼 就可以選擇 每次都輸入 接著 Open App這裡 就做什麼呢 首先就做一個 從選單中選擇這個位 你想做什麼常用的App 就全部加在這裡 例如WhatsApp Instagram 我通常都用了這個 Money Pro 它就會彈出這些 然後你逐個 設定開啟Focus 給它 然後如果打橫的話 我通常打橫的話 我都是打橫的話 都是看影片 看YouTube Netflix Disney Plus 那些 所以如果我打橫的時候 我也是從選單中選擇 你最好是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之後就一次過加上它 然後再搬它的位置 是最方便的 那好了 就做完了 然後呢 我就在設定 動作按鈕這裡 把它選擇了我自己 剛才做的這個 shortcut 那好了 剛才呢 我的設定就是 我如果是打直 我按了這個action button之後 對啦 那就有bug了 那我打直用的時候 就mute 那現在我mute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mute 接著就focus mode 我想開哪個mute 接著就open app 然後又是選擇你想要開的app 然後如果是我想打橫的時候 就開Netflix YouTube 那大家就可以玩一下它這些設定 另外就是 如果你想用這些 例如什麼 Cantanese AI 這些 shortcut 你想用它網路 拿完之後 你都可以用這個 shortcut 可以用的 接著我就和大家高分 在iOS18上面的 Development Beta版本 暫時可以用到的 一些Apple Intelligence功能 首先你要參加了 它的Development Beta 的program 然後呢 就去回 申請完之後 在你software update 那裡 你就會找到Development Beta版本 那你加入了它 你就可以自己 update 這個Development Beta版本 在Development Beta版本 你就會多了 Apple Intelligence功能 而你要首先 把地區 Language and Region 這裡 把它轉成 United States 然後呢 可以看到 Apple Intelligence 這裡 你就加入了 Waylist 加入完之後 你就可以 然後呢 然後呢 這裡 你要設定的 總之先開關 然後呢 當你按緊 這個Side Button to onSiri 這個功能 都開了 然後呢 你就按緊這裡 然後你就可以 跟Siri說話 它就會多了一個 新的介面 給你跟它溝通 那你跟它 的interaction 現在只不過它 激你的東西 是容易了 Wake me up tomorrow 8am 暫時我自己用來 跟普通Siri的感覺 是 不算說很大分別 然後多了的就是 你在底部 按緊它 多了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 就這樣打字 跟Siri溝通 而它可以 access得到 裡面 機內的使用方法 例如 我想它教我 如何reset iphone 它就會很快 找到 How to reset my iphone 然後它就可以 讓我很快 看到reset的設定 然後在Email裡面 就多了一些 更新的 就是 在你按入Email裡面 你可以按Summarize 這個按鈕 之後它就會幫你 Summarize 大概那份Email 說什麼 花費你時間 看完整份Email 當你在它知道 你說什麼的時候 的Email裡面 你會多了一些 由Apple Intelligence 產生的 一些 Preset 的回應 當你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幫你 做了一個 Template 給你回答 另外 Apple內置的 鍵盤多了一個 Writing Tools的功能 除了可以幫你 Proof it grammar 還有Rewrite 之外 它會進入 Writing Tools 可以讓你選擇 Tone Summary Keypoints Table 它就會幫你 Rewrite 到這些 Sentence 你就可以看看 能不能幫你 它的運算速度 很快 另一個就是 Focus Mode的功能 Focus 最新增加了 Reduce Interruptions 功能 它就會根據 你的使用習慣 去學習一些 對你來說 比較重要的資訊 以及對你來說 不太重要的資訊 它就會減少 在利用這個Mode 不斷有 鍵盤 阻止你做事的 情況 而你在這裡 都可以 像平時一樣 去教一些 你給它 可以定理的 程式 以及一些 人物 還有一個 相片裡面的 新功能 挺有趣的 就是 在你Photos 錄到下面 會有個 CREATE A MEMORY MOVIE 例如你打了一個 Request 例如我想要 一條Movie 我去的 日本旅行 它就會幫你 找到日本旅行的照片 幫你做一個 slideshow 這個功能 挺方便的 它會自己幫你 做音樂 另外 如果你錄音 是英文不記的話 你可以在左下角 這裡 它會有 Transcribe功能 希望 遲些支援 廣東話和中文 還有一個 執照功能 到Edit 這個項目的 右下角 會有一個 Clean Up功能 你就可以去畫 一些你不想要的東西 只不過是 大家平時在Android 都用到的 魔術橡皮刷的功能 所以 Apple Intelligence 也是一個 剛剛開始發展的階段 所以其實展示功能 不算很多 而且還不算很完整 希望遲些 它真的完整整個 Apple Intelligence 之後 會再更新 一條影片 告訴大家 iOS 18.2的 Development Beta版本 已經出現了 它多了的幾個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可以 跟大家通過 第一個 就是Visual Intelligence 的功能 只要在 螢幕的按鈕 按住 就可以開啟到 Visual Intelligence 左邊 就是直接問出 Google搜尋 右邊就是 Google搜尋 那件 例如 我找 相機 它會直接搜尋 Google搜尋 這件事的 資訊 如果找 GPT幫忙 它會找 關於 這件事的 更多 資訊 不過 暫時 我搜尋GPT的伺服 還未進入 所以 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大家可以看看 GadgetGang的教學 然後 在最新的 設定 裡面 Apple Intelligence 這裡 會看到 搜尋GPT 只要你設定 它 接著 接著 申請 戶口 這個位置 你要接著 VPN才做得到 然後 登入 然後 就可以開始 接著 搜尋GPT的功能 暫時 我接著 是因為 伺服器還未進入 所以還未進入 有機會再跟大家進入 它解鎖了什麼功能 你可以在這裡 直接 type command 例如 打email 整圖 它會直接 給你 接著 連去 搜尋GPT 幫你寫email 整圖 這些功能 跟著 Writing tools 也有一個新功能 就是這裡 多了個 Describe your change的功能 只要在這裡 打你想要的 如果普通的 或者轉語氣 就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寫更多內容 它就會問你 要不要找 搜尋GPT幫忙 到時你又要接駁回 搜尋GPT的伺服器 接著 你在message 然後 你在emooji 右上角 這裡 會多了image creation的功能 你一開始 都是第一次用的時候 要申請它 然後它就要 進入raylist raylist 之後它會再給你用 它這個功能 會連同image playground 和image wall 這些功能 一次過開啟 這個也是 遲些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這次就這樣 希望大家可以 今天可以看到更多 在iOS 18上的使用技巧 還有最新 在iPhone 16 和16 Pro系列上 使用的一些方法 有什麼關於這兩部機 想我試 或者想知道的東西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是Wallace 我們下次見 拜拜